乖乖ES6一点电都没有 还有8% 上海现在充电真的方便 随处都可以 然后充个电 走试驾小米苏星 来看一下小米的 人山人海 要不要这么夸张 这也太夸张了 所以是今天假期这样吗 还是每天都这样 都是年轻人 你看年轻人 然后你好 我是预约了5点的试驾 所以MAX版本现在没有 我只能够试驾这台 Pro就是5.2秒的版本 那这车现在开在路上 那个关注率非常高 有拍照了 那坐在车里面第一感觉的方向盘 就是虽然没开过保时捷 现在开的是蔚来ES6 ES6的方向盘应该是小了一圈 比所有电动车吧 方向盘都小了一圈 据说是它的整个股价 是按照保时捷的股价来做的 那个小按钮 就很保时捷 很讨喜 很多人喜欢保时捷 就是这个按钮 现在是舒适模式 Comfort模式 所有电动车的舒适模式 我无法接受 但这个小米苏7的舒适模式 就非常的运动轿车感觉 然后您可以按一下 Boost 感受一下 Boost 非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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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 2.8秒 5.2秒 其实没有任何倚 但是你要好的动力输出 就是这种 在输出过程中 不是说一下子给你多少的马力 而是说你能感觉到 它后续还有多少的马力 在后面持续的 就是所谓的叫动力的深度或厚度吧 但是它这台车应该没有空旋 我觉得调的 就我感觉刚才在Boost模式下 它的底 就是整个车的姿态还是非常的稳 没有所谓的那种起伏 就电动车会有那种起伏 之前我去年开的是宝马50 改了KWV3的那个比较 调到最右一档的 我觉得改与不改最大的区别 或者是好的底盘跟不好底盘 最大的区别是 就是类似于你煮一碗面 就是电动车 大多数电动车的底盘 就像挂面 你知道吗 就是你如果没有煮透 就是又有生硬生硬的感觉 就煮透之后又有那种 让你软到没有嚼劲的感觉 好的底盘 所谓德系的底盘 就是你煮的叫手打面 就是你怎么煮 都是绝对有嫩劲的 所以小米苏7的起码标准版把我开下来 手打面的感觉 可以可以 就是Model 3有个大的问题 Model 3的动力当然也很好 很好 底盘也很运动 但就是我说的Model 3的底盘 就像挂面 生硬生硬 然后Model 3的动力确实也非常好 包括它的P板 但是有个问题 它出来的太容易了 就会显得很廉价 对吧 就是大家都不会珍惜 好的动力 500匹600匹 它出来的不会太轻易 但是它会感觉 就是你踩它就会有 而且有的同时 你感觉会让你感觉后面还有 这是叫做贵的感觉 这是高级的感觉 我觉得比Model 3要好很多很多 我想一下上台订单 从订单到交车要7个月的车 可能就是保时捷帕拉梅拉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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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受限 正在向左停靠 还很直静 刚才还是趁着左边这辆白色车 它蹭着它的边进去的 对 为了停靠好 它还拉了一把 这个车位非常非常长 来体验一下后拍 后拍还可以 这一脚这个沉托 就起码靠背是舒服的 然后它的H点的话 H点有点低 然后脚有点 小 大腿这个地方的沉托 对 没有沉托到位嘛 或者是叫所有电动车的问题吧 因为它 下面一大块电池 座椅的H点会做的比较低 然后导致于你的人呢 这个大腿需要支在这里 对 就是没办法做一个非常好的沉托 在空间是没问题的 整个人的坐的舒适度也没问题 然后头部空间也没问题 头部空间还可以 相当可以 就站在这个角度再看一眼吧 展车的空气悬挂的高度调下来了 姿态 看一下姿态 我觉得很多人买车 做那个决定 那个时刻就是 站在这个距离看一到两分钟 然后最后做个决定吧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订单 需要去锁单吗 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你的答案